我小時候只要緊張的話 胃痛 就會胃痛 然後我的朋友他們 有跟我不一樣的狀況 比如說有人是一緊張的時候就頭痛 那或者是這邊痛那邊痛 痛的地方可能每個人都不見得一樣 不一樣 震動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他可以透過催眠 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的話 甚至他這輩子就可以完全 譬如說我胃痛我就可以 以後緊張的時候我再也不會胃痛 對這個其實也是一樣齁 我們透過自己的練習 因為這次我們調整完之後 也許你自己如果可以記住那樣的感受 他其實是可以回家做練習的 那你如果有常常做練習 那他會內化成你自己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會譬如說你來解決胃痛 那其實我昨天其實就有一個客人 我其實在兩年前幫他設定一個就是他便秘 然後他便秘來找我 女孩子大部分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很容易去便秘 沒辦法代謝 然後我就協助他跟他的身體溝通 然後因為他是一般的上班族 然後我就說那你打算什麼時候 他說因為早上匆匆忙忙 所以可能那個時候上廁所可能不太方便 所以他就說這樣吧 他們公司下班會有個終身臨想 在那個終身臨想之後的15分鐘左右 他要來做一個代謝的動作 達成協議了 然後之後到現在 因為他昨天來看我嘛 也一樣就是在那個時間點左右 就是會協助他代謝 那有的時候如果他壓力緊張比較多的時候 很奇妙的是他代謝的時間 還是在那個時間 但是就會變成拉肚子 那以女孩子來講 你知道嗎 能夠代謝甚至拉肚子 他會覺得那我就是要開始瘦了 對 那反而他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協助他自己啦 對 這也是一個慣性的養成 所以你說他是經過跟您的諮商之後 結果他便秘的問題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可是他需要去配合飲食嗎 不用 不用 所以這個是我們我覺得蠻好奇的一點 對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像很多 像台灣現在的那個大腸癌比例很高 然後諮商癌比例很高 有很多人也是因為這種便秘的問題 這種健康的問題 體內循環的問題 是 那大部分醫生的建議就是 你要多吃青菜水果嘛 嗯 對啊 這是我們一般的理解啊 是 因為身體嘛 要代謝就要吃高纖維的東西 是 可是如果單純透過吃眠 這個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催眠它是一個有效解決你內在狀況的 那也就是有些人我們 這也是一個統計學 我們有很多人他之所以會便秘 有很大的情況是跟他的內在心理有關係 就是他要求完美 他覺得什麼事情他都要鎖在自己身體裡面 他不敢放出來 因為他很害怕放出來 譬如說 排泄物這種東西 他是可能比較髒的 或是比較不好的 他很怕被別人看到不好的那一面 他就會鎖著 擁有這樣子的人格特質的人 然後就是他要求完美 就是一百一點的比較容易會便秘 那我們是透過催眠去協助他 把這個東西讓他釋放掉一點點 會覺得有的時候小小不完美也很好啊 或者是說你跟你的身體的器官溝通 那當然如果說催眠再加上你的飲食能夠搭配的話 那會更好啊 每個人都很適合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值得過更好的生活啦 那只是說你怎麼樣去讓你自己用什麼樣的方式對你自己更好 所以聽起來感覺好像是 看起來好像是外在條件影響身體健康比較多 但是事實上好像是心理的層面影響身體健康反而是比較重心 比較大的 其實我們很多問題都是我們的內在所產生出來的 所以以後我們在解決人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應該從心理去著手對不對 沒錯 其實我們早期華人常常會講說我們不是要修身嗎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有沒有 他們其實是個同行員 我常常跟我的客人這樣講 我的學生也是一樣啦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他是個這樣的同行員的概念 那修身就是修正自己齁 可是他不是單單說你就是修行 而是說修正自己的行為叫修行啊 那我比較強調的是我喜歡生活產 就是你在生活的過程裡面你修正自己 然後慢慢的你的家庭的能量就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你畢竟是家庭的一份子嘛 你稍微鬆動一下那個家庭的能量 家庭的整個能量流的感覺也會鬆動 然後變好了之後當然它是一個同行員的擴散力的問題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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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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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L-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